10月25日由时尚传媒集团旗下旗舰刊刊物时尚先生Esquale主办的创先锋至经典Esquale80周年时尚经典之夜在上海盛大开启 包括关志玲 陈家上 刘欢 刘谦 蒋文立 范文芳 吴宗宪 吴克群 何润东 应彩儿 陈伟霆 柳妍 日本著名男演员池内博之 世纪樱花时尚教父Tony等多位艺人共享盛宴 场后付出的应彩儿选择经典的黑色紧身短裙 薄纱背 身格人母后身材恢复迅速 访问中也是满口育儿精 被问到孩子的长相 他却得出奇怪的结论 我小时候长得像我老公 他现在如果你单看他自己的照片是像老公老公的 但是你再看看我小时候照片 就发现他跟我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 所以总结就是我小时候长得像陈小春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由时尚传媒集团旗下旗舰刊刊物时尚先生 Ezquiel主办宝马联合呈现的创先锋至经典Ezquiel八十周年时尚经典之夜上 女星们不为寒风以露背透视礼服盛装出席 范文芳的复古风的露背装最为抢眼 向来衣着大胆的柳颜 一袭黑裙 高开刹露出眉腿 胸前风光若隐若现 不老女神关芝林以红色花朵礼服压轴亮相 近期关于关芝林与富商陈泰明结婚的消息 事销沉上 因此关芝林也是媒体长枪短炮争相追问的焦点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没有没有 现在生活过得很好 没有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那个杂志 我不想做这个 讲这个事情 因为都是没有这个事实 不是真的 苦六上海报道